无论你喜爱哪一种跑步 快跑 慢跑 超慢跑 长跑 短跑 任何一种 只要你喜爱的是跑步 这支影片是给你的 有很多跑步爱好者的学生来找我 告诉我说当他们跑步完之后 他感觉他的膝盖 脚踝 关节都非常的不舒服 通常我第一个问题会问的是 你的暖身都做些什么 通常他们的回复都是 非常简单的勾勾脚啊 然后抬腿啊 很快就可以开始跑了 暖身可以非常简单没错 但是你的暖身必须完整的 让你的关节跟你的大腿的肌肉 小腿的肌肉都热开来 你再开始跑步 因此呢今天我准备了 5分钟的跑前暖身的运动 嗨你好我是Gladys 我的频道有运动训练 舒缓疼痛以及强化膝盖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主题 欢迎订阅 在这个5分钟的暖身 我们有10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30秒 先试一试今天的5分钟暖身 如果你觉得做完之后 身体还没有很热 你可以把每一个动作增加为45秒 甚至是60秒 但最基本最起码 你必须一个动作30秒 5分钟暖身 我们将从脚慢慢的往上暖身 第一个动作膝盖为弯 一个脚踝往外推往内推 锐肉门脚踝的侧边的活动度 先从小的范围开始做 当你觉得有点热开来了 你再把动作慢慢的加大 将大多的重量站在另外一只脚 这只脚活动的脚是轻轻的 没有什么重量 然后我们把重心转移 然后动一动我们的脚踝 来 速度可能需要放慢一些 有时候我们很急 想要马上可以跑步 所以我们做得非常快 反而会增加受伤的几率 所以我们把速度变得有控制 缓慢的去活动它 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到地板 双脚臀部的宽度蹲下来 膝盖堆起脚尖 把重心压上 压在脚踝的那一边 把身体推向那一边 这动作主要是 暖一暖我们的脚踝 让脚可以做勾脚的动作 同时如果你的宽开很大的话 你也在暖你的宽 下一个动作我们要从蹲姿来到前弯 脚尖朝前 从蹲 把一只脚伸直 让你看侧边 一只脚伸直 另外一只脚弯曲 然后蹲挺胸 另外一只脚伸直 挺直背 如果你需要站宽一点 没问题 脚尖几乎朝前 吸气挺胸 吐气推直 胸口靠近膝盖 下一个动作 我们往后 往后退一大步 后腿可以伸直 如果你在马路上做的话 不想要脏掉你的膝盖 我们换脚 打开 收回 换脚 前脚 膝盖 膝盖在脚踝的正上方 后腿大直 绷紧大腿 转胸口 看向天花板 好我们站起来 勾脚以及踮脚 勾 踮脚 勾 踮脚 踮脚 需要的话你可以握着 树 椅子 或者是任何可以让你靠的 物品 如果没有的话 请将肚子收紧 屁股夹紧 身体往上 这动作让我们 锐热我们跑步的姿势 下一个动作 公步 抬膝 换脚 公步 抬膝 换脚 开始热我们的 宽 抬膝的动作 抬宽 抬膝 朝外 往后 然后夹臀 换边 抬 打开 让你的 小腿 来到后方的时候 与地板平行 将肚子内收 有点像 跳芭蕾舞一样 把你的脚 往后 然后 身体会微微往前倾斜 因为需要平衡 然后抬脚 拍脚踝 那你的上半身 维持直立 平 直的 没有脱背 嘿 我们要的是 维持背的直线 然后尽可能的 让我们的脚踝抬高 打开我们的宽 宽 外旋的动作 你的手可以举高 可以低 最后的一个动作 上半身我们打开 回来 打开回来 这个动作30秒 可能会比较不足够 你可以再长一些 然后我们往后 往后 转开 换手往后 转开 为什么肩膀也需要呢 因为你在跑步的时候 需要用到这个动作 所以往后打开 往后延伸 打开 側弯 側弯 OK 时间其实已经结束了 耶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那你也一定会喜欢 这两支影片哦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